当一个满腹经纶的思想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商业的残酷 他的心里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冲击 显然在这场杜兰特要求换队的闹剧里 杰伦布朗成了唯一的受害人 其实不只是布朗 相信所有关注NB的球迷在之前都没有敢想过 绿军会加入阿渡的问家团 甚至成为了其中最接近达成交易的那支球队 毕竟波士顿已经把双碳花当成了这个时代的领军人 他们在上赛季也刚刚成为联赛亚军 的确输给勇士之后的凯尔特人需要一些补强 他们需要稳定的后卫 于是布罗戈登来了 他们需要关键时刻可持续的得分点 于是加里纳利来了 同时他们应该做一些内部球员的消化和调整 但唯独不该动的就是杰伦布朗 相比于塔托姆 其实布朗才是球队在季后赛表现的最好的球员 至少从数据上看 场均23.5的得分是领跑全队的 甚至在总决赛塔托姆陷入低迷的时候 也正是布朗带着球队反扑 才拿下了少有的领先和胜利 但面对绿军始终把塔托姆称作基本盘 而不是强调双碳花的时候 他并没有发一些该发的脾气 原因很简单 杰伦布朗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思想家 大学时期他是有研究生水准的文学专业学生 在打球的同时几乎没有缺席过一次历史和社会学的大课 毕业那年他上教的不只是球队的成绩单 还有关于全球贫困的论文 他的母亲是剑桥的教授 亲戚里也有著名的教育家 正是他们还会在布朗没赚到第一桶金时 自费带孩子去世界最好的大学 学哲学和思想理念 哪怕是最后还是选择了NBA这条路 布朗也始终行走在思想的最前沿 他去参加球员工会 代表球员发声 旅行社区义务认真地做那些公寓活动 在新秀时期的采访里 他也说过自己有点不太了解NBA教育模式 但他相信只要好好打球和队友搞好关系 自己一定能永远留在波士顿花园球馆 但这一次残酷的商业联盟 或许会让这个思想家彻底失望了 就算了解NBA教育模式